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浩龙更坐在控制台上欣赏女友的表演 到了演唱会最后一晚 两人都舍不得下台 一直唱到12点半 因为超时而被红管罚款20万港币 我开了这么多次演唱会从来没有唱到差不多12点半 对啊 我老板一下台就跟我说 今天你们的那个酬劳没了 要用来罚钱啊 老板是跟他说没有跟他说 然后我说你不会的 你开玩笑呢 这样子 所以其实呢 超时好像 20万 20万 对啊 今天那个超时超到要罚20万 但是我见到歌迷都舍不得离开 我其实也真的很舍不得这个演唱会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就自己觉得就算真的要罚我的酬劳 我都觉得是 早点告诉我 值得的 其实对于李克勤和荣竹儿来讲 酬劳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站在台上唱歌 给支持自己的歌迷听 可能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实在太投入了 所以注意不到意外发生 日前有观众发现在荣竹儿单独演唱时 舞台上出现一次白色隐形送照 由于当时舞伴群全是男性 因此大家都猜那是荣竹儿掉的 真的 我还没检查是谁的 对啊 我想 但是看到那个形状应该不是属于 我没有乱想 没什么呢 其实台上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过了就爽 对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歌手李克勤和荣竹儿 在香港宏馆一连十二场的 荣竹儿李克勤演唱会 9月22号终于来到尾声 两人继续使出混声细数 以静歌热舞配合两人的经典歌曲 献给歌迷 字幕志愿者 李克勤 我看了这么多次演唱会 从来没有唱 到差不多十二点半 对啊 我老板一下台就跟我说 今天你们的那个酬劳没了 要用来罚钱啊 老板是跟他说没有干什么 然后我说你不会的 你看玩笑呢 这样子 二十万 对啊 今天那个超时超到要罚二十万 但是我见到歌迷都舍不得离开 我其实也真的很舍不得 这个演唱会的所有的一切 舞台上出现一次白色隐形送照 由于当时舞伴群全是男性 因此大家都猜那是容阻而掉的 真的 我还没有检查是谁的 对啊 我我想 但是看到那个形状应该不是属于 我没有乱想 哈哈哈哈 没什么啦 其实台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过了就算了 对 搜狐视频举了播报 香港报道